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多是迫于无奈才随当隐士 还有的仅仅把当隐士当做一个途径 就通过这个抬高自己的身价 其实是以隐求士 以隐求官 你看最典型的就是诸葛亮和江太公 咱都知道江太公在渭水边垂钓72岁 直钢钓鱼 有桥胡叫武吉 就说你这不行啊 哪有钓鱼搁直钢呢 监督公说你只知七一不知七二 我是宁可直中取不向取中求 我这直钢钓钓的是王侯 不是什么鱼 所以后来周文王不是听说这事了吗 跑到这个地方请江太公 拉他走了808步 江太公保他大周天下808年 这就是一个以隐求士的典型 你还有诸葛亮 他隐居在沃龙岗 他会挑地方 如果他在一群读书人当中待着 显不出他来 再说文人相亲 他在沃龙岗一天神神叨叨的 又好为良福音又福勤的 人家都重地 他一天闲得没事 天天都恨不得日头高起 他再起来 所以说呢 当地人说这个人了不得呀 据说有能的 这刘备才来找他 其实他哪是真隐居 在龙中处早就想好了三分点下 所以这也是以隐求士的一个典型 所以后来有一些文人呢 根据他俩这事 研究出个办法来 所以我成语叫中南捷径怎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 就是说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呢 叫卢仓庸 他去科举考试 考上进士了 考上之后呢 他不当官 他就近呢 跑到长安城附近的中南山隐居 皇上知道这事了 哎呦 考上进士 他不当官去隐居去了 在中南山 看来有两把刷子 打盆啊 把他请回来 哎就简直呢 带着就跟郭师似的 当时给他封了一个佐世仪 挺高一个官 所以有人就发现 他这是一条好道 往中南山隐居 还离皇上进 皇上一听说隐居 肯定有两下的 所以他这条道路 通过隐居 来求得高官 后人管他叫中南捷径 他有个好朋友 叫司马成真 要到浙江天台山隐居 哎就咱们课本里说的 天台四万八千丈 维祠玉岛东南青 要到那 卢常用说 你上那隐居干嘛 你究竟到中南山多好呢 司马成真呵呵冷笑 说兄弟 我是真隐居啊 我可不像你 走什么中南捷径啊 把这卢常用 弄个大红脸 哎 中南捷径 这成语就这么来的 所以这样的隐居 他不是真正想隐居 他只不过借这条道啊 想走上一条 高官后路的 康庄大道 哎 这仅仅是我说掩饰的一个小段 您想听全本的这个老梁同事 欢迎您关注音频版的老梁同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